你的世界没有人能活过18岁 只因为到成年这一天 他们的父母便会将他们做成大餐 化街上集 此时安城道正在控制着 踢骨刀和异类缠斗 可恶啊 看来是村子里的火 把他们吸引过来的 不好了 又来了两只 周凯 你带着诸葛清他们往村子里跑 你不和我们一起过去吗 我去帮安大叔 那我先把他们送过去 然后再过来帮你们 然后我开始回忆 之前命运丝线出现时的感觉 随后胸口一阵发热 便出现了一条丝线 我控制着丝线朝着安城道飘去 目的是替它分担疲惫和伤害 毕竟它是我们中最强的战力 当命运的丝线将我和安城道 连接在一起的瞬间 我的身体忽然有了一种异样的感觉 这种感觉 仔细地感受了一下 仿佛自己的身体上 多了两只看不到的手 就在这时一只一肋 也挡住了周凯他们 回村的去路 我来对付他 你们带小云走 安大叔出手了吗 那好像不是安大叔的刀 那是小白哥哥的匕首 小白吗 快走 这是什么情况 我知道了 小白的能力是命运共同体 他的能力不仅仅是 分担伤害这么简单 命运的丝线 将他和安大叔连接在了一起 所以只要丝线没断 他就能使用安大叔的能力 是的 我现在可以使用安大叔的能力了 这个异类就交给我吧 然而就当我准备出手时 我忽然闻到了一股不鼻的异香 带着些许柠檬的清香 让人心旷神怡 又仿佛带着桂花的芳香 让人逐渐陶醉着迷 恍惚中 我好像看到了 我十八岁生日当天的场景 我看到了蛋糕 以及我的一类父母 小白 生日快乐 你是我们永远的骄傲 随后 我忽然眼前一黑 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 发现处在一个幽静的山洞之中 火堆的另一侧 躺着诸葛清和安城道 而周凯则躺在我身边 周凯 别睡了 快起来 小云和丧昆不见了 这时 山洞外 忽然传来 一阵脚步声 小白哥哥 你醒了啊 哟 你终于醒了 饿了吗 我刚处理的大老鼠 你们没事 你这话说的 难道你希望我们有事吗 小白哥哥 我们没事 这时一只一类 和一个陌生女孩 走了进来 请你不要再继续伤害我的家人了 你的家人 你也是一类吗 小白哥哥 他不是坏人 小白快把枪放下 是他把我们带到这里来的 如果他想对我们不利 我们早被吃掉了 你们别动 一路走来所经历的 这些离奇的事情 让我不会再轻易相信任何人 我集中精力 再次纺织出丝线 缓缓飘向了熟睡中的周凯 瞬间 各种嘈杂的声音 钻入了我的脑海 沉睡中同伴均匀的呼吸声 木柴在火焰中燃烧的声音 还有那只一类的异常心跳声 而这个陌生的女孩 虽然看起来和周云年龄相仿 可心跳声听起来 却比成年人更加有力 不过确实是人类的心跳频率 你不需要这么紧张 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我的家人也不会 你到底是什么人 不知道 你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 为什么会把这些一类当作家人 因为我是被他们养大的啊 他们自然就是我的家人 一类是会吃人的你知不知道 他们不会吃掉我的 事实上 如果不是你们先发起攻击 他们根本不会出于自卫发起反击 我们没有先发起的攻击 明明是他们先学我们说话的 可是 他们没有攻击你们啊 你们看起来很疲惫 虽然我建议你们在这里休息一段时间 不过 如果你们不相信我的话 也可以现在离开 有一个问题 我想请你回答一下 那个让我产生幻觉甚至昏迷的香味是什么 那股让你们昏睡过去的味道 是我的味道 你的味道 正常人的身上可不会散发出这种异香 并且这个香味覆盖的范围颇广 甚至还能让闻到的人产生幻觉甚至昏睡 所以眼前的这个女孩 极有可能也是神玄者 你放心 我的味道不会对你们的身体造成任何损伤的 只是会让你们暂时昏睡一阵子而已 他们之所以还没有醒过来 是因为你们体质的不同而已 越是疲惫的人 或者是心思重 觉得压抑 有很大压力的人 会因为我的味道睡得越久 睡着之后的人 会梦到自己一直追求的东西 这会让你们的情绪得到舒缓 也会让你们的压力得到暂时的释放 还有什么问题吗 你叫什么名字 我没有名字 也不需要名字 不过你们可以叫我花 随后一类带着女孩离开了山洞 我总感觉这个叫花的女孩不简单 我们还是小心为上